新冠病毒人人闻之色变 没有阻碍医护走入社区服务部的决心 花莲县秀林乡 人口大约一万五千多人 九成以上是泰鲁阁族的原住民 医院特别安排会讲族语的同仁 协助沟通 一位长者害怕衰减 虽然已经来到现场 还是有所抗拒 他都已经准备好到最后一个步骤 要去做裁剪过程的时候崩溃了 哭到说不出话来 当然也不能再强迫他 也不能硬强 所以只能先牵着他到旁边坐着 其实还有一个同仁 就是他也是泰鲁阁族 他用族语去讲 阿嬷好像对我们的防备心就放下来了 那我就等下一位来这个民众 我就陪着阿嬷一起看一下 阿嬷你看着他没有动没有哭 就这样离开了 他的鼻子还在上面 对不对 没有大 后来阿嬷就是 后来那也还透过那个族语就说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牵着他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牵着他的手 人家都是固定筒 我们是牵着手 然后就让他捏这样子 所以在困难中 其实他没有挣扎 所以真的是透过就是 细心的去跟他讲解之话 最重要就是族语 我觉得族语是 让他防备心下来的 很大很大的关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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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因为有肤色的关系 还有就是族语的关系 所以更亲近 所以在这种固人中 我就我是帮助他 也是帮助我们医疗团队 这样子 所以牵着他的手 就觉得他给我的反应是说 我是他的家人 所以我只好就 我就跟他一起牵着手 相对的话 过程中让他觉得 降低很大很大的那个焦虑 像长者 那可能就不是很清楚说 到底他要站折呢 还是要撤折 还是要 就很不清楚 所以他那个整个流程当中 不是那么顺利 隔一天我们就赶快 用了紧急影片 就是录制影片 音乐版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们就可以听到 一步一步怎么做 再加上有图片去做解释这个部分 抬头 抬头 不要动喔 花莲慈激医院 连续四天支援社区快筛站 总共筛减近2000位乡民 夏季炎热的高昏 还要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衣 更显医护的辛劳 第一天跟第二天都是37到36度左右吧 对 所以第一天我回来 这整个是大众所 就是一亲自体验出原来 就是出去做反应 那些防护装备 一点都不透风 在室外的温度 37度这样的热下 为什么大家还愿意这么做 就是为了一起做反应 新冠病毒变缓莫测 依旧不能轻忽 他们在前线无会无惧 会继续坚守岗位